感谢主 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约瑟一步登天 从最低的囚犯 一下子变成宰相 弟兄姐妹 这一些都是你不能够想象的 怎么有可能 一下子就平步轻云走上去 那当然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回过头来就看见 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底下只有 因为神的路是最美好的路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这个 这个41章的14节 我们一起来读到36节 我们一起来读14节 法老随即差人去遭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间 他有剃头刮脸 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如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干瘦 又干瘦在一起遍地 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试进了那以前的七只肥牛 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 仍旧和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枯搞细弱 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 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做 做做的事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 又甘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风风吹焦的穗子 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风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不觉得以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必述述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将来丰延一切的粮食 聚恋起来 继续五谷收纯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首相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气荒所灭 哇 弟兄姐妹 他说要征收了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哇 这一个人多么的厉害 看见这个约瑟 不但把梦解出来 而且把解决的方法也都说出来 以至于法老不做恶人想 就决定提拔约瑟 提拔约瑟 弟兄姐妹们看见 这每一件每一个过程 好像紧锣密鼓 那神要动动的时候 快到一个地步 是你不能想象的 所以弟兄姐妹 忍耐等候有时候是很慢 可是当神要做工的时候 是快到你来都来不及想 弟兄姐妹 所以需要赶紧的预备好你的自己 赶紧预备好你的自己 那你知道如临从23岁 祷告要结婚了 他一直祷告 祷告到47岁 看多久啊 但是弟兄姐妹 真的他遇见 那个Mr.Right出来的时候 半年他就嫁出去 弟兄姐妹看见没有 上帝的做事情的时候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弟兄姐妹 忍耐的等候 忍耐的等候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情 显明出来 弟兄姐妹 能够得到神的启示 是非常要紧的 你知道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 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 立战的未必得胜 有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者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也未必得喜悦 那所临到众人的是什么呢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不要立战 我们不是要有聪明 不是不要我们不要快跑 但是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机会 那机会从哪里来 机会从上帝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当约瑟预备好的时候 神就把这个机会给他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 如果约瑟每一天都是在 在那边很痛苦 这个每一天都是怨天尤人 每一天都在很痛苦 说上帝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我做的事都是好的 为什么我结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不对的人 这个酒阵 我跟他讲说 我已经帮他解了梦 叫他帮我说说情 让我能够出煎熬 结果他一出去 竟然忘记 一忘忘了两年 一直到法老做梦 他才想起来 那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子 那这个日子就永远不会来到 可能又要再拖两年 可能要拖四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神不要做 不是神的单眼 弟兄姐妹神不要单眼的 神只是在等候 等到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弟兄姐妹不要担心 是时候到了 这个事情就会成就 那为什么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等 你没有准备好 那这个机会来 临到你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抓不住的 你抓不住的 你抓不住 如果约瑟不是已经开始变成 他的属灵的生命 不是成熟到那个地步 你知道解梦不是一个恩赐 解梦是一个生命的成熟 他跟神是非常的亲近 所以神借着梦在一个人身上 在他自己身上 在别人身上 神给那个人梦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知道 弟兄姐妹因为他跟神很亲近 所以神就把这个奥秘解释给他听 弟兄姐妹知道 在但以理书里面 有另外一个人 他被称为神的蒙爱的 蒙神所爱的 弟兄姐妹这个人是谁 就是带于你 弟兄姐妹为什么神 把奥秘的事情显明给他 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爱神 他们跟神非常的接近 弟兄姐妹感谢主与神同行 每一天是每一天的 每一天的这个功课 每一天你都学习与神同行 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里面 弟兄姐妹是高是低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有的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高或低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你跟神相近 你与神相近 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 你一定是日渐强盛 就像约大卫 大卫日渐强盛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 他顾念神 他每一天他都以神的事为念 那在这四篇四六篇 他讲说我长江耶和华 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弟兄姐妹这个人 没有办法 神没有办法不祝福他的 所以他的一辈子都在上帝的手中 也不是说大卫他就一帆风顺了 不是的 他经过了也是经过很多很多次的考验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他就是服在神的手中 他每一件信就服在神的手中 弟兄姐妹 我们在人面前服在神的手中 上帝就会叫我们在人的面前 得着上帝给你的权柄和尊荣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今天你吃亏了吗 弟兄姐妹吃亏 这个就是你蒙神祝福的 你可能就是神提拔你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许多的困境在你的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主 有一句话说 吃苦要像吃补一样 那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不因为我们所遭遇的困境 我们就在那边怨天尤人 如果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就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仍旧以我们的神为乐 那弟兄姐妹 你又看见 在你的圣灵里面 你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上帝呼召你进入 他自己荣耀的道路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希望我们被神来使用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肯吗 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 就是不断的向自己使 向神 你就可以不断的向神 不断的被提升 求主祝福你 感谢主 感谢主 美好的事就摆在你的面前 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要经历 约瑟那种一夕之间 这个猪羊变色 这个整个人生 完全的不一样 你看见约瑟多么的成熟 是不是 他从来没有见过王 可是他现在呢 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只有一件事情 他不是要来求 这个法老给他什么 他就是祝福法老 解决法老的问题 他能够解决 普通人的 这个一个小人物的问题 他就能够解决 大人物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在小事上重心 你才能够承担大事 你在小事上 小事上不义 你就不能够在大事上 能够被神来使用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神在暗中查看你的一举一动 是为止住 祝福你 让你能够成就 上帝 这样你生命中中 所要成就的 弟兄姐妹感谢主 神与你同在 让你借着这段圣经 鼓励你 继续的走在 神喜悦的道路里面 因为神 既然不忘记 约瑟在监饶里 他也不忘记 你在困境的当中 谢谢主 主与你同在 阿们